家长4月中就已经反映了 新北市政府5月中才有初步的动作 搭实是批蓝营对手侯友宜 新北幼儿园为毒案处置不当 但要说到处置民进党的性骚案连环报 党内手案调查报告出来 其中被指是否隐匿事件的 立委第三选区提名人林飞凡全身而退 新北市帮林飞凡解套吗 民进党调查报告从9号下午3点召开 之前妇女部主任许家田确实有疏漏 当时曾向时任的副秘书长林飞凡提及 部门有发生性骚事件 但没有透露细节 只表示当事人没有意愿走申诉流程 林飞凡表达如果当事人有意愿要申诉 党部应该提供必要的法律协助 林飞凡处置和党部自有规定没有违背之处 我真的有看到这个林志坚的影子 当时呢好像也是百般的辩解 全党体议人全党护议人 虽然在这份调查报告里面指出 我当初的指示以及处置并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 但是我们也深刻意识到本党在性骚声处的这个处理机制 确实有相当多的疏漏 所以未来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左手改革这套制度 不过就连媒体人周玉寇也抨击 看不懂民进党中央自己人关起门来 自己调查的报告 关于林飞凡那一部分的说辞 按照党的标准 难道当官做个照本宣科的怕侍宠乖乖牌 就是符合规定吗 那要价值取胜价值感人价值前进的民进党干嘛 都是me too炸锅里正好退选 同一天民进党强力培养的林飞凡则是保住了 亮阳琴 TVBS的高子姚李自衡台北桃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